大家好,我是POWERCY,最近又上了口袋月这辆车 这是花了799,也就是800块买的这个口袋月一代 这个是尾开箱,因为我之前已经开过了 现在只是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啊,有什么配件之类的 主要就是机器本体,一条数据线,一根卡针,然后就没了 从包装壳可以看出它的生产日期是7月份,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我机器拿来就已经是最新的系统了 接下来介绍一下机器的外观 左边这里是一个卡槽 卡槽只能让你选择放一张SIM卡,还是放一张TF内存卡 只能二选一 下方是充电口以及耳机接口 顶部这里就是它的听筒了,同时也是喇叭 右边是电源和音量键 按键在按的时候呢,有非常响的声音 机器的功能也是比较少的 当然如果你想要拿它插卡来当手机的话,只能当一台备用机 接接电话,收收短信那就还可以 其他的我觉得还是不行的 因为它的配置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之前的那款掌跃的手机呢,勉强还可以说是一款墨水平手机 而这一款呢,我觉得它只能叫做一款可以打电话的阅读器而已 用里面的QQ阅读 阅读起来的效果是这样的 接下来拿它跟掌跃FE来对比一下 掌跃从总体上来看呢,比这个口袋跃会大一些 但是屏幕的显示效果呢,我觉得是这个口袋跃比较好 讲一下口袋跃桌面这里的三个阅读应用 这三个的阅读时间呢,都是会统计在这里的 这里的阅读时长是指你用这三个阅读APP加起来的时间 不过根据我的了解呢,如果我们参加这个打卡活动的话 它统计的只有这个QQ阅读的而已哦 其他两个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打卡任务的 但是我发现QQ阅读里面的书籍呢,我没有多大的兴趣 所以我这里也没有登录账号 不过好在呢,它可以传入自己的书籍到这个QQ阅读里面来观看的 也是可以完成这个打卡任务的 它支持的格式有这么三种 而将书籍导入到口袋跃的方式也好几种 第一种就是用狼牙 直接把另外一台手机的书籍呢,通过狼牙传到口袋跃里面来 另外一种就是通过USB键连接到电脑上面 第三种就是下载一个口袋跃驻手 然后通过其他的手机把书籍呢,同步到这个口袋跃的网盘 它给了1G的空间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存放一些书籍之类的 虽然这台机器的配置非常的低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想在上面装自己的APP 这里我也研究了一下怎么比较方便呢,在上面装自己想要的APP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拨号,然后在这里输入 它就会自动的打开这个开发者选项 在这个选项里面,里面有一个USB调试 打开这个选项,然后通过数据线连接到电脑 电脑上面使用一些手机助手的应用就可以连接了 一开始我是用的这个汪豆夹,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连接成功 后来呢,就尝试用这个360手机助手就可以连接上了 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装的APP装到里面去了 所以呢,我这里建议装一个文件管理器啊 以及装一个这个浏览器 因为它自身带的那个浏览器呢,是不支持下载任何东西的 所以我这里装了一个BIA这个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非常的小,只有918K,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 在使用口袋月的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退款呢 因为它这个的除了屏幕比F1好之外呢 其他的都是不足掌月F1的 它之前卖399还有送一年会员的那个事呢,我也知道的 那么估计是因为那样搞活动之后呢,这台四倍还是卖不出去 所以他才来参加这个打卡活动 所以我觉得呢,这台四倍即使之后打卡完成了 他卖出去的话应该也是卖不了多少钱的 不过思考一番之后呢,我觉得还是留下来吧 因为他这台的打卡跟其他的不一样 你像米姑啊,像这个掌月 他们要求的打卡都是必须读他们书层里面有的书 而这个狗袋月的打卡呢,他可以阅读自己的书 我觉得个人比较看重他字方面吧 因为有些书呢,是在这些书层里面找不到的嘛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从网上下载下来 然后放在这个口袋月里面来阅读 这样也可以完成这个打卡活动 我觉得也还行吧 再来一点就是我之前也介绍过这个浏览器里面呢 可以装一个插件EPUB Plus 用这个插件呢,他可以让我们浏览器里面的文章呢 比如说我现在看这个人民日报 他的这个网站上面有一些新闻之类的 我可以通过这个插件呢 选择我要看的这些新闻啊或者文章之类的 把它选中之后 将他们压缩为一个EPUB的电子书格式 然后我将这个制作好的电子书呢 传到我这个口袋月里面来阅读 他也是可以计算这个阅读时间的 我觉得这样也还是不错嘛 这就是压缩好的电子书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内容了 所以我的话我觉得有时候通过这种方式呢 把一些自己在电脑上面想要看的文章啊 或者新闻之类的压缩成一个电子书 然后传到口袋月里面来阅读的话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不过我暂时比较不忙的就是 他这个口袋月助手现在只有手机端的APP 而电脑板是没有办法访问的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把电脑的文件呢 直接放住这个口袋月助手的网盘里面 所以我选择在我的NAS里面搭建一个下载账 然后把自己制作好的电子书呢 复制到我的NAS里面 之后呢我NAS搭建的这个下载账呢 它就会显示我制作好的这些书籍在这里 然后我就可以在口袋月里面通过我刚才自己装的这个BIA 浏览器来下载我这里 放好的这些电子书嘛 所以我暂时个人是用这种方式呢 把这些文件呢放到我的口袋月里面了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希望可以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 谢谢大家